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6月22日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10点 欢迎光临财经全世界节目 我是主持人何赛 今天直播连线的嘉宾是全媒体欧洲台Lily女士 请Lily女士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 Hosea你好 Lily好 今天Lily和我继续谈西方文明的发展 古埃及文明这个话题 古埃及除了金字塔以外 它的文明在各种文化政治宗教建筑等 很多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而且在古埃及还出现了很多举世知名的法老 比如说带领古埃及走向最强盛的法老 叫拉美西斯二世 还有呢就是拥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墓穴的法老 叫做图坦卡蒙 当然还有一个最著名的 就是由埃及艳后之称的 也是古埃及最后一位法老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下面呢我们就请Lily 带大家来回顾这段精彩和神秘的历史 Lily 好的谢谢Hosea 讲到埃及吧 我是2000年的时候去过埃及 当时从开罗飞到 Luxo 然后从Luxo 坐那个游轮 以后我建议反正有网友如果要去埃及的话 我建议最好的游埃及的方式 那就是 游轮 Cruise 沿着尼罗河往下走 从Luxo到阿布辛顿 因为埃及整个的文明都跟尼罗河 是密切相关 他真的 就是他的历史文化 艺术 任何东西 埃及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 都在他的 而且所有的文明古迹啊 就是历史古迹的一些全都在尼罗河两岸 然后呢他整个的历史也都是沿着尼罗河的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金字塔 当然埃及最有名 埃及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金字塔了 但是呢我看到埃及的历史的话 而且看到埃及当时的天文数学 还有其他的科学技术的话 我更加印证了我对金字塔的 特别是那个最大的胡夫金字塔的看法 那就是说埃及人一定没有那个能力 修大金字塔 就是那个胡夫金字塔 从埃及的历史的看 我们看埃及的话 他的历史 他在那个公元前3000年左右 从埃及的上埃及和下埃及 上埃及也就是说尼罗河的上游叫上埃及 下游叫下埃及 然后公元前3000年左右 埃及统一变成一个国家 那时候就是埃及真正的 当然也就他叫他叫分成三个kingdom的阶段 大概是old kingdom 老的旧王朝 然后中期kingdom 中王朝 然后新王朝 每个王朝大概500年到1000年左右 就是说金字塔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就按历史书记载或者是埃及学家的说法的话 金字塔是大概是2500年到3000年左右建成的 但是我看埃及历史的话 大概埃及真正的old kingdom 就是他最古老的那个王朝 是从也就埃及刚刚独立的话 是从大概2500年到3000年左右 公元前2500年到3000年左右 也就那时候的埃及的话 刚刚统一 上下埃及刚刚统一 也就说刚刚从部落分散的部落和小城邦变成了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金字塔就如果他们要修金 真的要建金字塔的话 根本没有那个国力 真正看埃及历史的话 埃及的发达的时候是Ramsay II 刚才就那个 Hosea已经讲到了 就是Ramsay II 他是在新埃及王朝 那是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 那段时间 那是Ramsay II 那个国力相当强盛 埃及也是当时比较富裕的国家 然后呢 他就说大兴土墓 建了很多埃及的庙宇 所以现在我们看着很多神庙 还有包括埃及很多法老的坟墓 其实埃及法老坟墓应该不在金字塔 都在我去过Valley of Kings and Queens 他就说他在他那个河谷 他有个河谷 那个河谷里边有 名字就叫国王和女王谷 他那里边有60多个法老的坟墓 所以真正的法老是埋葬在 那个Queen's and King's Valley 我们从埃及的建国的历史的话 就是说公元前和他金字塔修的那个历史 建造的那个历史 埃及在刚刚他老的王朝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建金字塔 所以这个从埃及的历史的话 更加印证的我以前的判断 就是金字塔不可能是埃及人修的 而且呢当然在我再重复一下金字塔 当然我也不用重复了 就说大家回忆一下上一上一集 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翻回去看一下 我说过的当时金字塔已经有非常 非常精深的对于宇宙 对于地球对于整个天文知识是相当 已经知道光的速度 已经知道精度纬度 知道地球是原型的 当然肯定是知道 这些都是基本知识的 而且365天啊 还有精确到整个南北向啊 对地球的北极南北南极那些的 而且它的运转的角度那些都计算的非常精确 那我们看一下古埃及的天文知识到底怎么样呢 或者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图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埃及的天文学到底怎么样 到底有多强 这个就是古埃及的 他们当时的天文知识的程度 说白了 埃及人跟埃及人的那个天文知识 跟那个苏美尔人比起来相差的很大 以及苏美尔人比苏美尔文明比埃及文明早了一两千年 当时苏美尔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原型的 而且对星系啊 那些的研究非常的详细 埃及人呢 这张图就表现了他们的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天文知识的一个表现 这是他们埃及人认为地球是方的 然后呢上边罩着一个圆形的盖子 那就是天空了 然后呢下边的地的下边的话是 就是说就是说死就是死人的那个世界 那就是说阴暗的那个地下的世界了 然后呢他们用这张图表现他们的天空是一个女神 然后呢你看那个就是拱着身子的那个整个 上边的那个你看这个是一个几一个几字型的那个罩子 下边的这个呢就是他是一个天空女神 然后平着呢就是就是大家就是那个陆地 然后呢这个下边上边然后天空和陆地之间呢是空气 他们觉得是空气 然后上面有什么animal啊有有动物啊有人啊有god god呢就他们的神的话就是把天空和陆地这么连接起来的一种 呃一种形象的了 所以当时埃及人对呃就整个地球的认识也就到这种地理 如果大家回想起来 哦金字塔的那些很多数据的话对地球的数据是精确到现在我们知道的程度 你说当时的埃及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他们认为地球是方的 跟我们跟跟当然就是和也后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呃 因为埃及文化对古希腊古罗马待会我们会讲到影响相当的呃相当的多 但他们也是交叉影响的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中世纪以后我们人类历史才真正认为地球是圆的 然后呢围绕着太阳转有太阳系这个东西 但是呢苏美尔人呃比埃及人早了一两千年 当时的苏美尔的天文学就认天文知识就已经知道地球是圆形的了 而且呃对太阳系啊还有银河系的一些都有比较呃比较详细的认识 嗯然后呃埃及他的另外一个官员就埃及人对于天文知识他就他们认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这个是但是他们这个知识从哪里来呢并不是从从天文学来的 而是他们从尼罗河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尼罗河真正的是呃埃及人的生命和他所有埃及人的历史生命都是围绕着尼罗河来的 他们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自从尼罗河每年大概是六七月份就涨水 这个是固定的尼罗河的涨水非常的准确 然后呢他们大概有三三个月的时间尼罗河涨水 然后呢呃把周围尼罗河两岸都淹了 但是尼罗河淹了以后呢 他把所有的那些就是河泥啊那些非常富富饶的那种河泥 带到尼罗河两岸 然后富裕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埃及人直接就播种 把那个种子撒在尼罗河两岸 然后就就然后用牛蛙马那些采出 随便乱采一气就长出很多树啊果子了 还有就是他们的农业也就这么发展发展起来 然后呢他的整个的水利 而且尼罗河大家知道是非常平的了 尼罗河整个都是比较平的 然后他的水利也就沿着河把那些挖一些沟取啊那些 就就作为灌溉系统了 然后埃及人得出一年三百六岁 第二年尼罗河准时在同样的就经过大概三百六十五天后 尼罗河准时的同样的一天又开始涨水 然后涨三个月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当时的天文知识非常有限 他们的仅仅是属于观察阶段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超出农业 就是当时就原始农业那个那个初级阶段那个地面 所以呢从这两个从埃及文明的历史的 即使如果你看上一集的话你知道我认为金字塔那个历史比埃及历史大概还长一倍多了 就应该有就说一万年左右的历史 但是即使按照我们现在的历史书上讲的 埃及金字塔如果是四千年四千多年前见的话 那时候埃及刚刚立国刚刚根本没有多少国力可以建金字塔 当时的就是说他的他的后到后来新新天等 就到新的王朝的时候 埃及才有大兴土木的那个国力 但是这是补充我上一集就是说 就是说古那个 胡夫金字塔根本就不可能是埃及人造的 但是呢 当然埃及的整个文明的话也是非常光辉灿烂的人 最主要我觉得埃及文明的话 并不是他自己本身多发达 埃及文明的最大的影响是他在文化 艺术建筑方面对古希腊古罗马的 影响然后大家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是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而且呢就是他在艺术上啊很多知道知道现在关于什么 木乃伊啦还有埃及艳后啦还有埃及的整个的艺术啊 博物馆啊那些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西方的话一直2000多年多年以来一直延续影响到现在 大家可能还记得 是不是现在欧洲有很多这种古埃及的博物馆啊 或者是一些博物馆里有很多这种古埃及的足迹 或者 基本上每个大的博物馆 像柏林呃有约法国卢斯公还有英国大英博物馆 觉得啊就是说匆匆这古代文明 关于古代文明的话以埃及文明为主 而且呢就是说在呃二就二十世纪的话有一个大的呃 呃就是说开发就埃及的那些木屑啊那些从从那个出他干门的那个 那个木屑开始的话就一个大的一个大的狂潮就相当于发掘古埃及的狂潮 所以埃及文明跟其他什么苏米尔文明啊 还有我们以前谈过的呃巴比伦文明还有那个犹太文明的话 当时比起来其实不怎么样的就刚刚我我已经说过了天文天文啊还有数学啊什么之类的都极其一般 但是呢他的文化艺术建筑上的对西方西方的影响是太大太大 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呢现在西方人嘛每个人都知道 都知道埃及但是没几个人知道苏米尔文明也也巴比伦也更没呃 那因为什么伊拉克那些根本人没几个人知道嗯 然后犹太文明呢也因为犹太人的那个颠沛流离也也也也也 其实当时那几个文明都比埃及文明要发达很多 但是呢埃及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太大太深远了 嗯你看啊 嗯 呃我觉得呃 咱们上期节目啊咱们这个观点就有一些争议哈 嗯 你还是在坚持你的观点说这个金字塔是这个外星人呃建造的 嗯 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觉得我的观点啊我也坚持我的一下观点啊 就是我觉得他当时的人的这个能力啊造出金字塔来也是有可能的啊 他不一定是外星人建造的当然这个问题呢永远是个谜了 现在也无法再确认了哈啊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网友大家看这个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去发散这个思维去考虑怎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莉莉我还有对你这个图里啊就是你看你之前这张这个咱们视频上这张图的这个中间举着这个是是什么啊 就上面不是一个上面这个是一个天吗就中间有一个人中间举着双手举着这个是什么的 他这三个他这三个都是God都是埃及的这个都是神不是人了是吧 对都是他的神对因为他的像待会我们会讲到埃及的艺术他的一般的人一般是上不了他的埃及艺术的 他讲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埃及艺术主要是最主要是他们的他们的神和他们的法老然后是他们的一些大祭司啊什么之类的 有一般的人还上不了他们的一个图哈哈哈哈哈哈哈 cartoon 但现身我们看埃及文明确实有他之所以对西方文明有那么大的影响当然有他非常辉煌的地方了 你看埃及比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文字非常发达 而且呢 YOU het 看你看一下埃及文字它应该是像型文字了你看这个就是埃及的埃及文字 它应该是相形文字 然后呢 它当时的文字记载啊 图书馆啊 那些是相当发达的 它的埃及文明是最早的 应该是最早的发明纸张的 而且它的纸呢 是用那个Papaya Papaya是当时 就是纽约河两岸非常用 就是很多的那种芦苇吧 应该叫埃及的芦苇 所以它造成纸张 而且呢它们还能在 那个Papaya上面就用墨水 当时埃及已经有墨水了 墨水它可以把那些 你看它的文字 一部分是刻在这种石碑上的 建筑上的 另一部分就是写在那个芦苇 Papaya的上面的这些文字 所以埃及的文字是方的 相当发达的 而且他们埃及应该是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文学的 这一个体系的了 因为它当时像苏美尔文明 还有巴比隆文明 它最少文字用来记载 大概记载一件事啊 什么之类的 大概或者是一些文件 但是从埃及开始就出现了文学 它就有诗歌 有传说 有诵歌 有对神的那个祈祷的那种东西 所以它不能说有小说 但是呢它有那种就有传说 可能也是后来再发展成小说的那种 所以埃及的文学 文字是非常发达的 然后呢 它就是说 它的下边 我们看一下是埃及的建筑 对 在埃及当时 我刚才已经说过 埃及分成三个王朝 古王朝 中王朝和新王朝 前边古王朝 最有名的 其实没有 没有其 历史上没有其他记载 最有名的就是 金字塔的建造 但是我个人认为 古埃及不可能建 现在我觉得更多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 不管是不是外形人造的 但是肯定不是埃及人造的 更不是埃及的古王朝造的 所以从历史这个阶段性来讲 所以他的古埃及的古王朝的话 他的最大的成就 就是建造了金字塔和斯芬克斯 那个像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他们建的 中王朝呢 他们开始建筑 建造一些雕塑啊 神像那些 到了新王朝 应该是到公元前 1500年到公元前 七八百年 这个是新王朝 是埃及最发达最富裕的 一个朝代 而且他最有名的就是 刚才胡瑟也提到了 叫Ramsi II 他这个呢 是在阿布辛普的 这个神庙是叫阿布辛普 你到 从纳克斯尔到阿斯万 我到2000年的时候 从你坐这个游轮 从纳克斯尔到阿斯万 然后从阿斯万到阿布辛普 要坐飞机 当时 我们都是从 从阿斯万坐飞机 到这个阿布辛普 阿布辛普算是一个岛子 然后呢 他的整个岛子都是为了 就建了这个神庙 而且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把一 基本上把一座山 变成了一个 一座神庙 然后他那一座子的雕像 那个是 Ramsi II 和其他几个都是 都是那个他们的神的 跟他坐在一起的 Ramsi II 是他当时国是国力 埃及国力最强的一个国王 然后他他军事上的实力啊 还有财富的一些 都是扩展到 把埃及的版图也从 从北非 就从那个 北非到一直到 到非洲 中部 所以他的 那一所的埃及的版图 也是最大的 这个Ramsi II的 这个雕像非常 就是埃及的那个 其他的建筑 或者我们看一下 埃及建筑呢 就是说 金斯拉 我在这里不用说了 埃及的建筑是 最先 就最早的用石头 开始建造神庙 和他 埃及的神庙 有他非常 特别的意义 当时的埃及的吧 分成三个class 就三个阶层 最上边的是法老和 他的大祭司 他就是他的宗教领袖 那个是 还有他的贵族 最上边是这个 就是他的上层 上流社会 然后中等 middle class 他已经有中等阶 中产阶级了 中产阶级就是 像工程师 有些 还有他们已经有 teacher 还有doctor 他们有医生 还有图书管理员 用现代的话 讲的话 就可能是比较 有技术性的 有知识分子 或者什么 其实跟现在的中产阶级 可能也比较 比较相似 当时埃及已经有 有法律系统 但是他的法律系统是 法老是作为 大法官 那个样子 他当 埃及肯定当时是一个 农业社会 而且埃及是中央集权的 那种农业社会 可能 整个结构的跟那个中国的 那个封建社会的 那个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底层的话 那就是农民 还有埃及当时是没有什么奴隶的 其实整个的 所以说埃及经历是奴隶建成的 有些说法是奴隶建成 埃及根本就没什么奴隶 但是在大家一般人的印象里 这个埃及还是一个奴隶社会 没有 埃及其实根本就没有过奴隶 他有 没有过奴隶 没有过奴隶 他呢 他就他有的有些 prisoner 就是有些罪犯吧 罪犯的话 他就他就让你去做一些 像干种 你就没有去奴隶 所以所谓奴隶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自由 你不是自由人吗 然后呢 要干一些重负 他只有罪犯 才干这种事 就是说你被锁起来 然后呢 但是就这种的话都可以 比如说你通过工作啊 或者努力啊 什么之类 你可以把自己独生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救出来 所以其实埃及整个社会是没有 根本就没有奴隶这个这一个阶层 他所有的就刚才我说过三个阶层 其实跟现在的话是不说跟现在 就说他的上中上中下这三个等级的话 就说跟跟现代社会差不了太多 但说埃及有奴隶的话 那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埃及整个就埃及历史上就没有过奴隶 但是刚才我说过了 有些罪犯的那些可能被锁起来的一些 而且他的阶层之间的话 是没有多少 除了除了那个皇家 就是他法老的一个是一定是血统这么传下来的 还有大祭司是法老 这是传下来的话 其他阶层之间都是还是可以通过努力 就是说你要是中产阶级 你通过努力也是可以达到贵职 这个程度的 而且就平民阶层 如果你是peasant 比如说农民或者是苦力什么 如果你去上点学 他们还真有学校 上点学把自己提高 变成医生 没有律师 变成医生 工程师什么之类的话 你又变成中产阶级 所以这个他们的社会 当时还是比较开放的 他是当时的埃及社会 男女是相当平等的 就是他的女孩子都是可以去读书的 但是他女孩子一般工作 他不会到外边工作太多的 但是像埃及的女王 不仅仅是clare person 埃及前边有几个都是女王 而且还有nativity 那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跟埃及的 把埃及的国力也都 建得比较强大的那种 所以他的 而且他的当时埃及的男女 是基本上是平等的 可以结婚可以离婚 然后呢就是有婚前协约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 你就结婚以前 先把大家财产啊 怎么分割啊 什么什么就婚前协议 这些都有 那时候都有了 对 所以埃及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 Clay Petro到后来 是那么 就是他能掌握到大权 而且呢就是说 能力也是很超前的 这跟当时埃及的社会 是完全是符合的 因为当时妇女的地位 也是像那个至少就是平等的那种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建筑的话 整个我们再往下翻 埃及最有名的 而且他们最强大的 就是他们的column 就是柱子 所以他你看埃及的神庙的话 当时埃及的神庙 它跟一般的神庙 还不是完全的 当然它有完全有宗教的 那个祭祀的那个最大的成分 是在这里的 就说像以后的 他整个埃及的宗教 其实它跟 它是从苏美尔的那种神 信仰众神那里 一脉相承下来 所以埃及的神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是从苏美尔的神 过来遗传下来的 然后呢他们就是神的 都有些有翅膀啊 那些以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苏美尔的神的话 基本上可能跟天外的 那些外星的那些 有一些关系的 当然到我就 我个人认为苏美尔人 可能接触过外星人 但是埃及人没有接触过 没有直接接触过外星人 他们跟有外星文明影响的 唯一的就是遗产 就是金字塔 但是他没有见过 不像苏美尔人那种 我觉得苏美尔人 是跟外星人有直接的接触 然后埃及的话 所以他的整个对 他的神的话 就是从他的手上来拿的那些 像我们看了很多埃及的神像 都拿着有一个像一把钥匙一样的东西 但是在苏美尔的神里面 他们都那是神提着一个小包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神的话 他是比较很相似的 而且都是信众神的 而且埃及的神的话 他是很多根动物 所以他跟动物 他一般很像很多的都有 比如说有猫当时在埃及是很神圣的 所以他的很多女神都是有猫头 然后女神的身子 然后很多 然后男 你刚才说到 你说这个苏美尔文明 其实苏美尔文明和埃及这个文明中间有很长时间是一个交汇 他们两个文明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我想他们两个文明之间也会有交流 他们应该是距离离的也不算太远 距离不算太远 而且当时可能大家也互相打来打去的 当然他们时间上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就说其实是相互交错的 像我们谈到犹太文明的时候就谈到犹太人出埃及记 然后把犹太人又抓到埃及去当当了奴 当时说的是奴隶 他确实呢 埃及有一部分就是刚才我说的 prisoner就是就被关押起来的 或者是战败的战俘 反正被被抓起来 关进监狱里边的 那种可以就是被当做奴隶来使唤的那种 所以在当时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文明 因为他当然这几个文明像埃及是3000年的 公元前就是3000年左右的文明 然后苏美尔文明也是两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在这3000年的历史当中的话 那肯定相互 他们之间的话既打仗又做贸易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文明一定是相互交错的 跟犹太跟巴比伦跟苏美尔 当然苏美尔是最早的了 但这几个文明都是相互交错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真正犹太教才开始了 有信仰一个神 然后到后来就有基督教 所以犹太教是从信仰一个神 是从犹太教开始的 你想想埃及的宗教和苏美尔的宗教都是众神 都是相信众神的 所以你看然后呢 埃及的寺庙的话 一个是他宗教信仰的作用 另一个埃及寺庙是作为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这个功能 他就说他所有的他那个大祭司的 他的宗教领袖不仅有宗教上的的大祭司 祭司啊这些宗教活动这些的领导 他还作为因为法老其实是一个象征 法老其实真正说起来就是法老是神和人 他们认为法老都不是人了 是神和人的中间的媒介 然后法老真正本身是并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 真正管理的是他有一个叫 相当于那个现在的五国务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然后再加上这个大祭司 然后他的所有的这些宗教庙宇的话 都是作为收税啊 还有就是说现在的administration 就是市政府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个是宗教一个是市政府的管理的功能 然后所以可以你如果去到Nuxo的话 你就可以Nuxo那个 那个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其实是Nuxo的那个tempo的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Nuxo那个神庙的话 不仅是神庙而且他还是一个市场 大家在那做贸易啦 做就谈就社交啦 还有当然他这些都是上层人才能去那个寺庙 一般的农民那些人不能随便去的 但是呢就是高级商人呢 还有就是说知识分子 他们已经有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了 那都在寺庙里面进行那些交流活动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的埃及的这个宗教和市政管理 那些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column埃及的非常 其实我觉得金斯塔不是他们修的 但是呢这一些寺庙我当时看到英国那些寺庙 英国埃及那些寺庙我是非常惊叹的 因为都很高柱子也很大 都是十几二十米高的柱子 而且这些你别看呢 这个你看那些小黑点 这照片上那些小黑点 那其实就人的高度 你看像蚂蚁一样的黑点吧 在那个柱子下边 你看有些小黑点 那些其实就是人的高度 所以其实那个照片看起来不是很高 真正那些柱子是很高的 然后呢如果大家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 有一些知识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很很普遍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都是以很多的柱子为特征的 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古希腊对古罗马和希腊的影响是相当大 特别是建筑上的影响是非常大 这个建筑啊莉莉我有印象 我觉得我印象中有好多电影啊 都用用这个建筑取个景啊 就在这个建筑里拍过 嗯哼 他那个这个这个 我现在记不起名字来了 但这个非常眼熟 就是很多这个现在电影是用这个建筑拍的 你眼熟是肯定的 因为他所有的神庙都差不多都这样 都是很 对 都是这个风格的啊 都这风格 因为他就不一定是这个神庙 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的神庙 他所有的神庙差不多都这样 都是 而且呢就Luxo那个是 就130多个大柱子都这样 他他一个柱子当然大概就是十几二十米高 嗯 所以他的那个非常雄伟的 他的神像也是挺高的了 那也就是 也起码有五六米高的那种 或者是十几米高 看看大小的那种吧 所以这个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埃及的神庙 就是以主要以柱子为主 然后吧 就说埃及 当时我确实还跟我讲 他不是尼勒河每年都要 以淹水吗 他那些就是神庙的话 他是尼勒河一淹 他就把那神庙也就全淹了 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们又在又在被淹的地方 又重新盖神庙 所以他的 埃及的那个考古的话 你如果一直往下挖 那就是他就是神庙是建在神庙以上的 嗯 就是说 所以埃及的考古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就是地下如果几十米的话 还有会有几十个神庙 可能都在下面 因为他你都喝 淹一次就把神庙那些 很多的神庙都淹了 然后第二年 他们又在 新淹的那个 土上 另外再建新的神庙 所以所以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所以这个是看为观止就是说而且对于后来的西方的你看现在西方 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或者那些古建筑啊什么的他们当然他们说是受古希腊 古罗马的影响 真正古希腊古罗马的影响受埃及 这个建筑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下面我们看 所以刚才我对了这个就是他们呢就是那个而且那些柱子上这个柱子上呢会有很多的文字的雕刻然后他的神像啊或者是法老的那些 呃那些那些神像也都是跟这个应该是在我记不清楚哪一个神庙但是他的他的神庙很多大同小异都是一大堆柱子然后柱子上前边那些有有那些法老的巨型雕像那种 嗯所以就是埃及的我看这个就是后来基督教的教堂啊很多也有点类似于这个对你看有些像那边 雕在这个教堂的那个外壁外面啊没这么大会小一些了在基督教教堂上但是这可能都是从这个古埃及他这种风格这么延续下来的延续到对对因为他西方很多都是 当然我刚才讲过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然后古希腊古文明又很多跟埃及这么这么渗透到埃及是300公元前332年被那个亚历山大大帝给占领了就说到新埃及以后到600多年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就古埃及就被波斯帝国给灭了下一次我们可能讲波斯波斯帝国也是相当呃所以当时波斯是相当相当相当 很强的古埃及呢就是说他呃真正古埃及最强的应该是建筑和艺术文字文学 还有我就医疗医疗方面我们我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他在 古埃及的医疗呢medicine方面有一些成就但是我觉得他的成就可能跟我们中医的成就差不多但是呢他对人体的了解应该比我们 要呃详细的多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mommification就是做木乃伊 我到埃及参观的时候他们的用 已经当时就说他们已经有不少的外科手术然后呢可以用鸦片来呃 止痛然后可以用蜂蜜来消炎然后呢就说他们的呃 制作木乃伊的话又用很多的一个是用盐还有一个就是用很多的中草药 到底具体的一些中草药这些现在可能也不太清楚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呃他们所以他们对呃 呃人体的结构那些其实是比较了解的而且呢他们当时已经有了铜器 他的铜器其实没有比比苏卖尔人根本没有苏卖尔人发达他的 冶炼技术的话还仅限于一些就比较简单的呃工具了但是呢他对 他的有已经有了一些外科手术的呃铜器了就特别有名的是 一个挺长形的带着一个长一个小勺子的那个呃医疗器械 我们叫医疗器械的应该叫他就是冲冲当然他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他就冲鼻子呃鼻子里边把那个长勺子 一直捅到呃那个脑脑水里边然后一勺一勺的把那个脑水 咬出来这个就是他们就说然后把一直把那个就头骨 那个头颅然后就那个就搞就搞成干湿干湿那种就是比较空的那种 而且呢他们可以把所有的呃内脏取出来 而且内脏取出来他根本不用剖腹 他的木乃伊其实都是都不是剖腹的 他从那个大腿左大腿的根部 他开一条开一条线 然后可以用呃比较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勺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把人的内脏从就是左大腿根部内切一条线 从把所有的内脏全部取出来 所以呢就是你看看整个木乃伊它是比都比较完整的 那个头也是没开的然后整个人体的都是比较不挺完整的 所以他的这个技术是比较 而且当时他们对已经知道血液循环呢 心肺大概的功能是知道的 所以他的他的而且当时他们已经有牙医了 有外科呃内科 这些这些分分呃分科的这些东西了 但是呢他不是很不是很详细的 但是呢就是说他整个因为制作木乃伊的话对 对人体的结构的血还是比较清楚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埃及为什么对西方文明影响那么大 就当成埃及的艺术我们看一下埃及的艺术 啊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后来你知道这是谁吧 这个特别眼熟我不知道是谁 但这个特别眼熟 这也有很多就是埃及的这个博物馆啊 反正有个埃及的体材提材的这种博物馆或者展览经常用这个头像作为标作为这个标识的嗯 对这个就是那个土塔卡文的面具金面具 纯金座二四K金纯金打造的面具 嗯 所以土塔卡文其实是很很不有名的一个法老 其实他他死的时候才17岁 他就所以都叫他boy king 他就说其实在法老里边是他是完全是名不见经传的 他没有这个土塔卡文没有任何的成就 这是个从从政治上讲这个法老是一个就是没有任何成就的法老啊 他本来也年轻 那就整个对 也是一个非常有文质武功的人 他什么对对对 但是他的他的名气可能比这个拉美西斯二世还大 啊 他的名气是最大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墓葬的发现嘛 包括他的对对对 因为其他法老不管他多伟大 不管他多有名 他那些墓葬基本上都被被盗得差不多了 当时那个卡特发现他的那个是卡特英国那个考古学家卡特 他把他的那个就这个土塔卡文的那个墓葬基本上是保存比较完美的 比较就是说还没有比较完美的就没有什么损损损害的那种 而且呢当时这个土塔卡文他是这个为什么到处都是用讲到埃及文化 埃及艺术都是用很多都是用这个图 那就让他表现了 土塔卡文也基本上成为了埃及艺术的象征 当时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做纯金当时埃及到新埃及新王朝的时候我埃及就国力就挺强大的 当然前面是因为Ramsay II的整个的文字武功和他的扩张啊 金军事啊扩张 然后呢就是到新王朝的时候埃及 已经有很多的金矿 埃及的金却金子好像挺多的 所以我看我到埃及博物馆看的那个 土塔卡文的棺材是金的 纯金的solid 就整个固体金的那种 然后他的面积 他整棺材都是金的 然后呢 他那个棺材里边是 就是因为木乃伊 你看他的棺材吧 他是外边有一个大的方的棺材 然后里边吧 装木乃伊的还是又是一个棺材 但是他是人形状的 就是人的那个形状的 那也是金的 然后呢他然后打开那个以后 还有土塔卡文这个就是他的面具 这个就罩在他的脸上的那个 那也是纯金的 所以那里面都整个都是金的 而且他那个屋子里边 整个都是贴近 他的坟墓的那种 还有墓葬啊那些都是 而且他还有很多 培葬的那些用品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土塔卡文最有名的法老 也就差不多是他的吧 而且他对于他的他的那个木系的话 里边所有的那些什么陪葬品啊 艺术品啊那些整个都保存非常完美的 所以他也他他之所以有名 然后他基本上成为了埃及法老的象征了 而且到处都是用也用到 这个土塔卡文还有一个 我看有很多这个故事啊 就是说挖掘他的这个科学家 后来在挖掘这个坟墓以后 很快都去世了 所以有流传啊说这个埃及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墓啊 法老的墓是不能随便去打开的 如果打开了的话呢 你就会受到一种诅咒啊 受到这种诅咒 这些这些这个打开这个坟墓 你不管是盗墓人还是科学家都会这个什么 都会因为受到诅咒而过早的去世啊等等 是不是也有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传说的 就没有没什么特别的科学依据 因为当时呃 你想想那些埃及的本来埃及那个 我去过埃及了 埃及的水啊 那些都不能不能随便喝的 那些就是说他的污染也是很很重的 而且当时你像开那些古墓啊 那些肯定有不少的那个bacteria啊 还有病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而且水土不服不服的一些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法老的诅咒的一些 我觉得是为了那样埃及神神秘密的东西很多的 他都为了吓唬那些盗墓的人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 没有这个是并没有科学根据啊 对还有后来后来什么很多的电影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电影好多呀 包括这个对呀 这个系列片了吧 都好多部了啊 对对对 所以埃及之所以有名 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并不是说他他当时什么技术啊 科学技术啊什么之类有多发达 不不怎么发达 但是呢他的 下面我们会讲到他的就是啊 对他对那个他的艺术文学建筑那些 他的这方面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是太大了 所以呢而且而且流传至今 然后再加上好莱坞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考古学家 他当时掀起了考古的热潮的一些 所以西方人或者整个世界知道埃及的呃就就特别的真正古文明 其他古文明大家知道的没几个 像我们我们再看一下埃及的艺术也是特别有他非常呃独特的地方 埃及的艺术你看这个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他就一眼看得出来就就就就就是这种 而且呢当时他是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呃 two dimensional就是两个平面的是吧应该是叫两两屏就他不是立体的但也不是平面的 但是反映的是两个两二维啊 最最埃及埃及艺术最最大特点是二维世界你看他的他的头部吧 还有就是说他的头部和腿部基本上是侧面的所有的埃及的图 不管是除了雕像除外以外他的整个的图都是侧面的 然后呢胸部以上是正面的嗯 所以他这些图啊或者动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胸部以上都正面的 所以了解埃及艺术吧他不是而且能埃及的他的这些这些壁画了什么 或者雕刻的一些你看他有大大小小的人他也不是正规的嗯呃真人啊或者是真的那些东西的呃一个scale 他的比例也不是也不是现实中的那种他就说是怎么呢他有他的呃英文叫hierarchy scale 就是说按照他的呃地位级别来确定他在这些壁画当中的大小 也就是他的神和法老那个size最大的就个子是最最大的 你看那些最大的就是神和法老 然后中等的话呃你看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蹲下来这个你看是jackle的那个神 他就这个是很很普遍的一个这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你看中等的那就就就就就是那些穿裙子白色裙子的呢 一般是呃我们说的呃中等middle class就是一些像像呃老师啦医生啊建筑师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女的一般是皮肤比较白男的皮肤比较黑 他们是这个就是他们埃及艺术的整个的一些特征呢 然后动物那些都比较小 所以他就可以呃看出来他是用hierarchy就是说社会呃阶层的这个高低来确定你在那个画中的那个大小 然后呢埃及的艺术他不是反应呃他没有多少反应 真实生活的 最大的呢 其实真实你看埃及的壁画都不是给活人看的 准确的说埃及的壁画很多的呢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壁画的话 值得有壁画的地方都是那些法老的坟墓 他都不是在呃其实庙子那些庙域里边其实都是雕刻那种 这些壁画我们看都是在这从坟墓里边呃 呃发掘出来的所以他这个为什么他是两维的他两维的就是说他的这些壁画基本上都是 给人来生看的其实就是用用白话说就给死人看的他不是给活人看的 嗯所以就是说他你他所以他的正面的话 就说他的那些比如被埋葬的他们埃及呢是一个是信任的信相信多神教 另一个呢是相信此后有来生 像苏美尔人的话是认为人死以后就是一个黑暗世界 其实苏美尔的整个的观念是比比较超前比较现代的那种 但是呢埃及人是相信有来生的 所以他们要把他的坟墓啊培葬品啊那些搞得非常的金币辉煌那些 因为他们相信就是说人死了以后 为什么他们要要搞什么木乃伊啊什么之类的人死以后就会变成另外一到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个更更就另外一个呃叫叫什么复活的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也也许就基督教人也复活那些可能也是从这个理念是从他这来的 嗯所以埃及整个的艺术是表现 宗教意识和 一种呃用我们现在话就说一种抽象的那种意念 更更多一些他没有多少表现特别就就凡人的生死 所以他整个的艺术都是表现都是给神看的和给啊 人的来生看的那种所以你在理解埃及艺术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种 然后呢他的特点就是两维的这个艺术 嗯看看我们来看去下一个下一个也就差不多都是埃及艺术了 你看所以他所有的这些画都是你看呢大家如果听到刚才我看的那些你就可以看 看到他的有神有神像然后你女的都比很男的要白一些 嗯然后大小size的一些都不同了 嗯你这个比利你这个说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啊 原来看这个埃及的壁画就是觉得挺神秘的哈 但是现在这一解释了看清楚了这个这个人的大小啊就是可以判断他的这个社会等级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在整个这种全部是描述的也不是这种真实的生活 都是一些对对对宗教的一些仪式啊或者是宗教的一种理念的一种壁画 对吧嗯对对嗯然后呢当然呃刚才我说过的为什么埃及对 埃及艺术和建筑对西方影响那么大那当然也因为埃及到六呃公元前六百年被呃 博斯灭了以后到三百三十二年又被亚历山大呃大地 整个就是被被被被占领了所以埃及从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以后 就基本上属于是呃希腊的一部分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应该说可以可以这么说从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开始 埃及文化就跟呃刚刚刚我们可以讲的就说他埃及的神像 他的神都是呃一般都是以动物头像呃是是头然后下边是人生的了 这也是埃及艺术的一部分了所以他的整个埃及的艺术是以宗教 呃和应验这些东西作为题材而且也是他表现的着力表现的地方 现在我们再回到就是呃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左右 然后就是呃亚历山大大帝把埃及整个占领啊 其实不是占领他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当时埃及是被波斯人呃控制的 所以当时埃及人是打开大门呃欢迎亚历山大相当于 加历山大大帝把埃及人从波斯人手里边解放出来 然后按希腊人当时对埃及的占领呢也就说 嗯呃是就希腊人其实对埃及的占领的话应该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说呃希腊当时把国就军事力量那些都很强了 但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后就会讲到希腊文明那些 然后呢其实呃现在我们可以提到克雷佩特尔 就是埃及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埃及艳后 其实克雷佩特尔他是在埃及出生的 但他真正的家庭他的家庭是是希腊的 他的家族是从希腊过来的 这也是当时的那个呃就是希腊人占领呃埃及 这这他那当然他的他的父辈啊 他的那些呃祖宗祖先的一部分是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克雷佩特尔应该算是 李里天是祖籍吧 因为我们就在讲一般说祖籍他是个希腊人 但是他自己本人还是就是生在埃及 长在埃及 对对对对 克雷佩特尔是埃及出生 但是他的血统 他是希腊的贵族 然后当时是希腊占领的 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埃及以后 就把很多希腊的贵族派到呃 埃及去当法老 所以克雷佩特尔的家 他的他的父亲那些是 哎应该是希腊的坚弩 就贵族那这这一个阶层的 然后派到埃及去当法老 然后他整个血统就这么过来 所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是 克雷佩特尔真正你看他的样子 其实也是比较希腊像希腊的 他的鼻子啊那应该都是希腊 希腊的他因为他是比较直的那种鼻子 而且他的头发眼睛那些 他整个血统其实克雷佩特尔是希腊人 他其实不是正宗的呃 埃及人而且呢当时呃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希腊 叫黑林斯蒂克用英文叫黑林斯蒂克呃中文怎么翻译 呃先先不可能在中文整个叫叫古希腊的一部分都可以了 所以这一段的埃及历史可以叫的它也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就说埃及的妇女的地位挺高的 而且能克雷佩特尔 呃就我们现在知道他都能说12种语言 可以说希腊语埃及语 然后波斯语 呃希布莱文他也知道 他也他也是他是比较精通12国语言的 12种语言 然后呢天文地理呃数学呃天文学呃建筑学 他他都非常的熟悉 而且呢他是整个其他整个的是一个学霸 然后是一个呃才女 所以当然他样子怎么样 我觉得当时其实很多历史书记载的话 他是呃他的长相是比较比较偏男性的那种 就他的长相不是很柔和 而是你看他的呃 就说他的鼻子啊 那些都比较他是有一个阴沟鼻子 然后呢呃长相也就是说比较many 英文叫many 那就是说比较男性化的那种 嗯呃 其实他长的我看很多这个历史素材啊 这个莉莉 他长得其实是说并公 你不能说他难看吗 他也不好看 他咱们那个现在的大家对这个埃及艳后的印象呢 基本上从那个美国这个好莱坞 那个电影埃及艳后里 伊丽莎娃太乐 他那个从那来的啊 所以大家呢会认为哎呀他长得特别漂亮啊 所以他吸引了回来吸引了像罗马的凯撒 西里的安东尼亚 安东尼亚凯撒的 完全是靠他的这个长相啊 来来吸引的 可实际上呢 他可能更多的呢 在历史上看是他的才能很强 他是相当出色的 对很非常出色 而因为这个呢来吸引实际上吸引了凯撒和和莱丹 安东尼 而不是他考虑的这个长相 对他他真的真的 其实他是相知天文相知地理 然后呢都能多种语言 然后社交手腕啊 还有就是说公关能力啊 那些那都是一流的 所以他他整个他是 其实有很多历史学家也说 他真正是他的插名 就他的魅力把那个凯撒和安东尼吸引了 而不仅仅是美貌 你说安东尼和凯撒在罗马有多少 有多少那种美女啊 你说是不是 对 他们身边是不缺美女的啊 他们缺缺的是才女身边 对对对 因为当时你想想那些 但虽然古希大古中吧 妇女地位也不错 但是呢没几个也 但是他们妇女都是不是工作的那种 就他他还属于就说长大权那种 而且当然凯撒和安东尼也有另外的打算 一方面是被他个人魅力吸引 那一方面埃及当时非常有钱 就金市场不怎么样 但是呢埃及有钱有金子 所以呢就安东尼和凯撒都是需要埃及的钱 所以这种也就是说 一方面是个人魅力 一方面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相互的结合 也说也有也就 当然还有后边的那些传奇啊什么之类的 但克里佩托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政治家 和一个很有才的才能出众的那个女性的吧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所以呢但是他有一些比如说很多大家可能也都不是很知道的那些秘密 像像克里佩托的家庭 他他是那时候可能古希腊和古埃及都流行皇家的话都流行 就是说近亲结婚 他还不是还不是表亲表表兄妹那些 他还像克里佩托 先跟他的哥哥结婚 然后后来又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弟弟结婚 所以他们那是公开的 这都公开的了 就是他当时他父亲去世以后 克里佩托就跟他的哥哥结婚 然后呢两个人同时执政 但是呢后来两个人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而且呢展开了内战 所以克里佩托才结盟开萨 他就去用开萨的军事实力 把他哥哥那个给杀掉了 杀掉以后呢 后来克里佩托跟开萨是没有结婚 他只是他的情妇的了 后来又到罗马 后来开萨被撤杀以后 克里佩托又回到埃及 然后又跟他的弟弟又结婚 然后又跟他弟弟又同时执政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把他弟弟给杀了 然后克里佩托还把他妹妹 姐姐应该是妹妹 后来又把他的妹妹也给杀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的手段还是相当 一方面是才能出众 一方面还是比较心狠手辣的 他相当心狠手辣的这种 当然我觉得那时候在 我觉得这个在人类历史上 这个皇家的互相残杀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倒不是说他一个人 但你可以看出来就 克里佩托 因为他这方面的手段 那些也是非同寻常 但是他们呢 他们虽然 他们叫政治上 比如他跟他的兄弟姊妹 那些结婚 但他们的生育那些 他又另外找情人 就情夫啊情妇那些来 所以来生子女那些 所以他克里佩托跟凯莎有一个儿子 他把他弟弟杀了以后 然后把他自己跟凯莎的儿子 凯莎 历成了继承人那种 后来克里佩托又跟安东尼 克里佩托跟安东尼 是正式结婚了的 他们俩真正结婚了的 他们俩呢 就是可能真有一些感情 然后还还有了三个小孩 但是而且克里佩托 也可以在军事上 他有非常 他当时跟安东尼一起的指挥海军 他一起他都到船上亲自指挥海战的 把后来打败了 那就就是那场战争 就是罗马的那个军队又把他们给 把他和安东尼的军队都 都打败了 然后才导致安东尼要导致安东尼自杀 然后他也差不多是至杀 因为传说中呢 说他是被毒蛇鸟的 后来历史学家证明他应该是服毒吧 或者自己造的一些毒药的一些 他应该不是被毒蛇咬死的 所以呢 他这整个的 像克里佩托这个的话 而且被整个的古希腊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 他这些都有详细的记载 然后呢又是因为然后克里佩托的死亡 也就标志了古埃及的灭亡 就他的王朝也就从克里佩托的死亡结束了 然后克里佩托死了以后 古埃及就变成了古罗马的一个省 就正式标志 公元前30年 那是克里佩托死了以后 他就变成古罗马的一个省 然后埃及历史 古埃及历史基本上到那儿结束 所以克里佩托是最后一个法老 也是标志着古埃及文明的 古埃及王朝的结束 然后来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后600年 那都是罗马文明的 在埃及那个地方整个都是罗马的 然后但是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都一样 他对埃及文明他都非常崇拜 其实所以从古埃及就从希腊和罗马 都从埃及那儿继承了非常多的文化建筑艺术 特别是这几个方面 还有文学类学 下次我们而且连他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希腊神话 很多也是跟也基本上从从那个埃及文化 埃及的那个 一脉相承下来 所以下一次我们讲到古希腊 罗马的时候我们就有比较清晰的脉络 是 而且那个莉莉就说到这个Caleo Petra 我觉得他的这个能力 包括他的政治能力 包括他对作为一个开始埃及的国王和法老 他这种统治国家能力 其实还都是很强的 他最后就可惜就可惜 到最后刚才你说到 就是他跟安东尼那个海战 跟那个古达伟打的时候失败了 失败以后呢 他是作为一种失败者 他没办法 他就最后自杀 包括这个古埃及也就结束了 包括他也是 实际上他就是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法老 以后就没有再没有法老了 虽然可能埃及后面还有一些国王啊什么 但他们已经不再叫法老 法老也是最后一个 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呢 你刚才说他生了 他其实给凯撒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给安东尼生了三个孩子 而且凯撒呢 我了解凯撒好像就他这一个儿子 好像是就他这个正式的就是儿子 所以呢 如果他不死 如果他不死 如果他那个战斗不战败的话 他战胜的话 那他的儿子以后很可能会当罗马的皇帝 因为他是凯撒的儿子 或者哪怕是安东尼的儿子也是正途的 所以他是一定会 他的孩子会继续当法老 同时兼这个罗马 所以这个世界啊 有时候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这场战争的这个胜败变化了 因为当时并不是说安东尼一定失败的 两边的这个实力差不多嘛 就如果说 还有战略上的生物 历史可能就彻底改写了 这个法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而且这个法老还会变成罗马的皇帝 所以这个世界呢 非常有趣的一个世界啊 就是可能这个一念之差 就会让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历史 彻底的重新的改型 不过呢 当时埃及国立也不怎么样 他就是有点闲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跟罗马不能相比 他比较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如果完全靠他的实力 靠他的军事实力 肯定不可能 再不可能去打败罗马 这都不可能 所以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曲线的办法 他就是把他的孩子 都是这个罗马 这个这种凯撒 安东尼的儿子 而且如果这些儿子 他们这些孩子 以后能继承王位 他就可能是继承的 他就不会只继承 埃及的王位 他一定会继承 罗马帝国的这个 这有可能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整个历史就彻底就颠覆了啊 相当于就是出现了一个 我们现在叫蛇吞象啊 他用这种方法 就用蛇把象给吞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仔细想一想 这个这个女人很厉害的啊 绝对不是 那他呢 他绝对是很接受的 而且差点就实现了蛇吞象 如果那场战争打赢了 他就蛇吞象了 对吧 对 是啊 所以但是我们历史 也没有这么多假设了 我们今天在说历史 他最后结果 他是他是失败了啊 而且他也就他也就自杀了啊 我们差不多 你看讲到埃及艺后 讲到贝特的死亡的话 那就意味着埃及的王朝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们的埃及文明也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就但是但是呢 就是说呃 为什么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为什么埃及文明对现在西方影响那么大 那就以后的古埃古罗马 古希腊 然后再加上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学艺术电影啊 还有考古十九二十世纪十九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考古的热潮 整个就是整个世界都对埃及的文化非常的呃 崇拜或者是那种非常感兴趣那种 而且的资料也挺多的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传说啦 什么什么最主要我觉得是像文学艺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文学艺术对他的埃及的对整个西方文明或者世界文明的话都影响的是非常大的 嗯 好 莉莉 呃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了 看一下 对啊 一个小时十分钟了啊 呃 我们今天把埃及呢 非常感谢啊 就是我们讲这个埃及 莉莉 你给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啊 而且呢 对这个埃及啊 我觉得我们也留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就是以后埃及的文化 包括他的这种宗教 对以后非常著名的这个罗马和希腊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影响 呃 这个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呢 这个系列节目里呢 我们会继续的呃为大家来呃播出 我们还会继续的请莉莉呢 来为大家呢呃做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啊 莉莉 我们的节目就到尾声了 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说的没有 啊 大概就这些了 还有就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我也得到很多反馈了 而且有很多像讲我的英文的那些朋友的话也都问了 哎你在讲什么好像看起来挺有趣的 所以我上一期还得做一期呃英文的关于金字塔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西方文明系列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呃建议啊 还有什么呃批评指振的地方呢 因为确实涉及到很多像历史文化宗教呃哲学以后我们会讲到很多呃 这些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呃我和好水都比较感兴趣的系列是吧 哈哈哈 而且大家的反响也也不错 所以还希望多听到大家的反馈 嗯 大家还有就是说看呃 欧洲台全媒体欧洲台的节目 我们两个对对 这是国际台和欧洲台我们都同时 这是我们国际台欧洲台联播的一个节目啊 对 但是国际台欧洲台本身还有很多节目啊 也欢迎大家去收看啊 好 莉莉那今天呢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吧 就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连线 呃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 好 谢谢汉水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刘他 粉牧 in Fear in Fear in Amer